哪一種行刑手段最為人道 這是戰文藝復興以來不斷出現的問題 而各國在這方面都有不同的見解 本集我們就來看看各國所形的近代化之路 法國 斬首也可以相當優雅 話說中國近代不少知識分子 認為中國傳統的斬首相當古老七不人道 跟我的法蘭西人偷偷笑 他們在心中想 斬首不現代化? 你看看我們的斷頭台 敢同怪他 斷頭台發明前的法國死亡率太多 貴族用軍刀斬首 平民用斧頭斬首 治軍用殺人法要被分屍 異端即是被燒死 盜察要處理車雷型或絞型 製造假病即是放入大圈內被活死 那時候法國死亡快樂國 最多人想到要將行刑方法統一 這樣就等到斷頭台 雖然類似機器組就出現 但將它制式化的都是法國人 楊西夫伊尼亞斯一夜單 近代斷頭台的發明者 聽說後來被斷頭台斬首的路易十秒都會看出不見 大寫的諷刺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 斷頭台撞下了六萬人頭 這個時代被後世稱為恐怖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斷頭台還未退休 一直到181年法國廢除死刑 他一年都才真正放下 英國 搞形的第X種方法 搞形可以說是大不裂癲的傳統行刑方法 在血腥法癲年代需要繪之手的罪行包括 撼一棵小雪 偷一塊麵包 甚至在沉睡上打撈財物 總數大概有220項 在不裂癲近代發達的物理學裏 為搞形帶來全新節奏 由原本純粹吊起犯人 或踢凳仔的簡單粗暴之法 到發展標準墜落 犯人會墜落1.2至1.8米 但現在都不夠 由官方架型公司表支撐的長距墜落架型 可以確保犯人在活門開替或進出 因為頸椎截決而導致中區曾經破壞致死 時間只需幾分鐘 這種刑復可以是話語之高效人道 至始不止大應 德亞 印度 新加坡 日本等也創造這種死刑執行法 即使英國1964年暫停執行死刑 並在1998條廢除 國家依然沿用長距墜落架型 可見他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本集我們最主要在一戰前的世界中心歐洲 那麼世界大戰後 主導船頭被割有在寫形上的獨特見解呢? 江里良 蘇維埃 李家之東用子彈主權 我們下集繼續看